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共鸣中国语言文化课堂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如敬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六课 你怎么不吃了? 你怎么不吃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死部分 大家跟我一起读 门 外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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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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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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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门 门 还有我们还可以说门外 门外 嗯 下一个 自行车 擦赞狗 自行车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下一个 羊肉 羊肉 嗯,羊骨鸡 嗯,羊肉 我们以前学过 乌骨鸡 鱼 啊,鱼 今天我们又学习一个 羊肉 啊,羊肉 那羊骨鸡 我们可以说羊肉串 嗯,羊肉串 羊骨鸡 最后一个 好吃 好吃 马西索 好吃 好的,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第一个 门 门 自行车 羊肉 好吃 好,那么直接来看一下翻译部分 第一个 门 外 自行车 羊肉 好吃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组 跟老师一起读 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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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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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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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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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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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面条 嗯,老师非常喜欢吃面条 你们喜欢吃面条吗? 面条 下一个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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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打篮球 下一个 因为 所以 因为 什么 所以 什么 因为 今天下雨 所以 我不能出去玩 因为 今天下雨 所以 我不能出去玩 下一个 游泳 游泳 嗯 我 不会 游泳 你会 游泳吗? 好, 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第一个 面条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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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所以 游泳 下一个 游泳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组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组 下一个 公斤 下一个公斤 公斤 一公斤 一公斤 二公斤 姐姐 我们以前学过 姐姐 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 同性是什么? 妹妹 对吧? 妹妹 好,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第一个 经常 公斤 姐姐 再来一遍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第一个 喝牛奶 B 第二个 起床 起床 C 下一个 跑步 D 看报纸 报纸 新文字 A 吃药 吃药 养摸的 E 就一个 打篮球 浓固好的 非常好 F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给下面的 看下面的图片 用汉语说出他们的名字 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呢 对,刚才我们学了 自行车 自行车 第二个呢 第二个 那动词是踢 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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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第三个 嗯,篮球 篮球 我们可以说 打篮球 能够打 打篮球 最后一个 刚才我们学的 酷酥 嗯 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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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语法点 就是疑问代词 怎么 用怎么 后边加上一个动词 或者是形容词 询问事情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 怎么怎么样 啊,怎么 加上形容词 表示的是为什么 原因 多为奇怪的事情 惊讶的事情 嗯 或者是surprise 是吧 比较惊讶的事情 后面加上动词和形容词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个 你怎么不高兴 是吧 就是你为什么不高兴 很奇怪 是吧 好好的 你怎么不高兴 第二个 今天怎么 这么热 嗯 今天怎么 这么热 下一个 昨天 你们 怎么 都 没去 打篮球 你们 怎么 都 没去 打篮球 没想到 很吃惊 很意外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翻译一下 看第一个 就是 你 怎么 从牛跑 是吧 你怎么 你怎么不吃晚饭 或者是晚上 你怎么不吃饭 嗯 你怎么不吃晚饭 第二个 哦 哦 喂 你怎么不来上课 你怎么不来上课 对吧 第三个 作业 作业 是吧 为什么 就是 怎么 不写 作业 怎么 不写 作业 下一个 嗯 同性 弟弟 或者是妹妹 对吧 我们可以说妹妹啊 妹妹 为什么 哭 我们可以说 妹妹 怎么哭了 你妹妹 怎么哭了 下一个 这个是 妈妈 嗯 怎么 生气了 妈妈 怎么生气了呢 妈妈 怎么生气了 嗯 你 你 你怎么 不回家呢 你怎么 不回家呢 嗯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是吧 第一个是 你怎么不吃晚饭 你怎么 不来上课 你怎么 不写 作业 妹妹 怎么哭了 妈妈 怎么生气了 你怎么 不回家 嗯 都表示询问 原因 就是你为什么 这样 表示奇怪的事情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动词重叠的形式 什么叫动词 这个量词 量词重叠 量词 两个量词 放在一起 表示每一个 美的意思 经常用来强调 某个范围的 每个成员 都具有 这个某种特征 后面一般都用都 嗯 就是量词重叠之后 加上一个都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同学们 个个就是每个 都很高兴 个个都很高兴 每一个都很高兴 嗯 就是都很高兴的意思 第二个 这个商店的衣服 衣服的量词 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吃羊肉 就是每天都吃羊肉 嗯 好 我们来看几个 嗯 改啊 这个改写句子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例句 现在每家都有汽车 那我们可以写成强调 每一家 那我们可以改成什么呢 现在家家都有汽车 现在家家都有汽车 嗯 汽个嗯 是吧 每家是吧 第二个 我的朋友 每个 每个人 是吧 每个都喜欢开玩笑 嗯 每个都啊 老师稍微写了一个都 每个都喜欢开玩笑 我的朋友 每个都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 那我们可以说啊 我的朋友 各个都喜欢开玩笑 我的朋友 各个都喜欢开玩笑 下一个 我每天上网 我们可以说 我 天天 都上网 我天天 都上网 下一个 这花 每年 都是 这时候开 每年 我们可以说成 年年 年年 这花 年年 都是 这时候开 这花 年年 都是 这时候开 下一个 每一场 比赛 比赛 养鸡 养鸡 观众都很多 观众 嗯 观众 观众 都很多 那我们可以说 长 常常比赛 养鸡 常 常常比赛 观众 都很多 最后一个 所有的人 都知道 这个电影明星 那么 所有的人 我们可以说什么 每个人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 人 人 对吧 人人 都知道 这个 电影明星 人人都知道 这个 电影明星 所以呢 每 每 加上量词 就等于量词 重叠 量词重叠 就表示 每一个 都 全部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关联词语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 でも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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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两个 连接两个 因果关系 的分句 前一个表示原因 后一个分句 表示结果 使用词 可以成对出现 也可以省略 其中一个 前面是可以省略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因为他生病了 生病 平日 因为他生病了 所以没去学校 第二个 因为他每天跑步 跑步 joking 第一个 他每天跑步 所以身体 很好 下一个 因为昨天下雨 어제 日子 所以 我们都没去 打篮球 我们都没去 打篮球 那我们来造 几个句子 看第一个 因为 什么 所以 文章 만들어보세요 文章 만들어보세요 예를 들어 因为我生病了 나病 거리 때문에 그래서 어제 학교 못 갔어요 所以 我昨天 没去 学校 나머지는 여러분들 文章 만들어보세요 뭐 뭐 でもね 뭐 뭐 그래서 好了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绘画部分 来 跟老师一起读 你知道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吗 你知道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吗 他 已经 来了 他 已经 来了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那 我们来 看一看 什么意思 你知道 amika 我知道 什么呀 小王 오늘 언제 학교에 왔습니까 amika 对不对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 你知道吗 amika 他 已经 来了 已经 了 我们 拍摄 所有 今 没有 回答 今 왔 所有 你怎么 知道 你怎么 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呢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好的 那 再来 我们 老师呢 把拼音 去掉 我们再来 读一遍 你知道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 吗 你知道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 吗 他 已经 来了 他 已经 来了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我在 门外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好 那我们来翻译 一下 看 第一个 某某 amika 是吧 你知道 小王 今天 什么时候 来学校吗 他 已经 来了 阿米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你怎么 知道 他 来了 看见 对吧 我 看见 他的 自行 车了 我 看见 门外 他的 自行 车了 对啊 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会话 来跟老师一起读 第一个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一点面条吧 来一点面条吧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今天的羊肉 那是羊骨鸡 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我们学了怎么 怎么不吃了? 我们学了 这个星期 星期 一本族 这个星期一本族 天天 每天 每日每日 吃羊肉 哎 不想吃了 不想吃了 那 你还想吃什么? 你还想吃什么? 面条 那给我来一点面条吧 好的 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今天的羊肉 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今天的羊肉 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 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这个星期 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一点面条吧 来一点 面条吧 好 我们来翻译翻译 看第一个 今天的羊肉 很好吃 你怎么不吃了? 这个星期 我天天天吃羊肉 我天天吃羊肉 不想吃了 那你还想吃什么? 来点面条吧 来点面条吧 来一点面条吧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绘画 来跟老师一起读 我天天天吃羊肉 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看完 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我们都没去 我去游泳了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我们都没去 我去游泳了 你经常游泳吗? 你经常游泳吗? 这个月我天天游泳 我现在七十公斤了 这个月我天天游泳 我现在七十公斤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你们怎么 我没去打篮球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我们用没 你们怎么没去打篮球呢? 啊, 偶泳是吧 偶泳皮が起きてもね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我们都没去 我去游泳了 七十公斤了 七十公斤了 好,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昨天你们怎么都 没去打篮球 昨天你们 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嗯,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我们都没去 我去游泳了 你经常游泳吗? 你经常游泳吗? 这个月我天天游泳 我现在七十公斤了 好,我们还是来翻译一下 看第一个 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呢? 因为昨天下雨 我们都没去 我去游泳了 你经常游泳吗? 这个月我天天游泳 现在七十公斤了 这个月我天天游泳 现在七十公斤了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大家来跟我一起读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 他去北京了 他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 是去旅游吗? 不是 听说是去看他姐姐 听说是去看他姐姐 我们看一下 这两天 游泳 秒切 游泳 这两天啊 两天跟一头 就游泳 游泳 游泳一头 又一头同安 怎么 还是怎么 没看见小张 就是为什么没看见小张 跨过于理由 小张 啊 他去北京了 北京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 我们看这是问句 去北京了 是去旅游吗 游泳 不是 听说 是去看他姐姐 他姐姐还怒呢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把拼音去掉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两天 怎么 没看见小张 这两天 怎么 没看见小张 他去北京了 他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 是去旅游吗 去北京了 是去旅游吗 不是 听说 是去看他姐姐 不是 听说 是去看他姐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两天啊 有没有吃东西 这两天 怎么 没看见 小张 这两天 怎么没看见 小张 嗯 他去北京了 去北京了 去北京旅游吗 不是 听说 他去看他姐姐 听说 他去看他姐姐 哦 是去看他姐姐 嗯 好 那我们来回答 根据课问 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 小王今天来学校了吗 嗯 他搬这个啊 会换一 小王今天来学校了吗 嗯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看见在门外啊 对吧 在门外 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对吧 小王已经来学校了 第二个 他看见小王了没有 嗯 没看见 对不对啊 没看见 但是看见他的自行车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为什么他今天不想吃羊肉 啊 第二个 为什么他今天不想吃羊肉 对啊 因为他这个星期天天吃羊肉 天天吃羊肉 所以不想吃了 第四题 为什么昨天他没去啊 他们都没去打篮球 为什么昨天他们都没去打篮球 昨天怎么样 对 因为昨天下雨 所以他们都没去打篮球 所以他们都没去打篮球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小张为什么去北京 小张为什么去北京 对 因为 听说是去看他姐姐 对吧 听说是去看他姐姐 怎么样 你们都答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练习题 我们看第一题 这儿的衣服 那我们用贱贱啊 量词重叠 量词重叠 贱贱就是每一贱啊 每一贱 那这儿的衣服贱贱怎么样 我们可以说 渐渐都很贵 渐渐都很漂亮 渐渐都很好看 都可以啊 好的 那我们老师写的是 渐渐都好看 你们也可以说 渐渐都很贵 渐渐都不好看也行 好 那么再来看第二个 女孩们 女孩们 Girls 各个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怎么样 可爱 各个都可爱 各个都漂亮 对不对啊 各个都漂亮 各个 两词重叠 下一个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我感冒了 感冒了 感冒了 我们学过啊 感冒了 所以我感冒了 平日快乐 平日快乐 所以我生病了 所以我不舒服 所以我头疼 都可以 那这里老师写的是 所以我感冒了 感冒了 所以我感冒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皮肝网 是吧 因为下雨 所以我们在家吃饭 因为下雨 所以我们在家吃饭 好 那我们再来重新读一遍 第一个 这儿的衣服 这儿的衣服 渐渐都好看 我感冒了 女孩们 还是读课文 和打字 打课文 今天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